那是他亲的我不是我亲他呀 但是你没有 但是你没有就是抗拒 2016年 吴京筹拍战狼儿 原定的女主角是徐家文 但就在开拍前一天 这位女演员却临时加钱 要求在原先商业好了的片酬上 再加40万 不然就得重新考虑一下合作 当时吴京把资金都投入了制作成本 因此手上并没有太多闲钱 并且为了拍摄战狼儿 他甚至连房子都抵押了 钱包可以说是相当紧张 但吴京也没有惯着他 直接就告诉他 你别来了 但开拍前一天少了女主角 吴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万般无奈之下 他找到了好友卢靖山 江湖救急 卢靖山听吴京说完后 只问了他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就是需要拖的吗 需要拖的吗 对 吴京笑了笑说 需要拖的戏份都是我的 第二个问题则是 如果拍摄期间有假期 他可以回香港陪家人吗 吴京表示完全没问题 只问了这两个问题 吴京山便答应了下来 表示片头什么都无所谓 并立马订了最早的机票 直接从美国飞到了吴京的巨组 吴京山的到来 对吴京来说 等于是捡到了宝 因为吴京山不仅没带助力 还不摆架子还能吃苦 让整个团队都如沐春风 战拉尔上映后广受欢迎 并一局揽货56个亿的票房 连成龙大哥都对吴京刮目相看 女主吴京山的身脚 也跟着水涨船高 一夜间活遍了大江南北 也不知道那位临时涨价的女演员 会不会偷偷在夜深人静时泪流满面 而像吴京山一样 不在乎片仇 仅仅为了支持电影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于谦于大爷 据说当初吴京怀着忐忑的心情 找到了于大爷 开价八十万邀请他出演 谁料于谦听完后 当场就翻了脸 如果你给我钱 那我就不演了 不得不说是真好后面 果然 你于大爷还是你于大爷 除此之外 电影里张翰饰演的那个富二代场者 原先吴京重义的是王思聪 毕竟对于王校长而言 演个富二代 那是本色出演 于是吴京要质押以一百万的片酬 邀请王思聪出演 并表示这个角色很简单 也没有什么动作戏 只不过拍摄地点在非洲 条件比较艰苦 就当是去旅客游了 结果王思聪听完当场拒绝 并说道 你找我拍戏试剿 找我投资是真的吧 你还是找别人吧 不过紧接着王校长又表示 虽然无法出演 但是他可以投资 吴京一听乐看了花 因为有人愿意投资的话 现场的拍摄条件也会改善很多 于是王思聪大手一挥 投资了两千万 电影上映后 因为是王思聪本人投资的电影 所以无论是拍片还是后期宣传 他都十分卖力 还动用自家的万达为电影开小造 不得不说 王思聪眼光挺好的 王思聪靠着两千万的投资 赚到了八个亿的分红 就这样双方的互相成就 互赢 最终战狼2狂烂了56亿票房 而吴京也因此坐视了 中国第一硬汉的身份